大家好,总共接到一个固态硬盘,看一下啥问题 好了,我们进去看一下家电 很正常复位了,但这种复位太快了,有点不正常啊 我们扫描一下,我估计这个盘扫描非常非常的快 还不是快了,是卡死了,搞错了,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再加电,再上电,好嘞,我们看,跑一下啊 看了吗,这种非常非常的快,那就错了,那就不对了 我们防卫啊,扇区啊,看是扇区对不对 工具,然后编辑扇区 编辑 哎呦,可能还不对 工具编辑,编辑扇区在上面 有点近视,看不清啊 看看了吗,零扇区,他什么都是零零零,下一个扇区 看了吗,所有的扇区都是零 那这种都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这个盘是坏的 那个,这种办法只能 这是逻辑的坏啊,然后总共找个专业的设备搞它 这只能用我们的Taper3,然后给他做翻译器 我们等待吧,这个时间可能有点长啊 有可能一两个小时都有可能 因为不创建翻译器,肯定是不能用的 慢慢等待创建翻译器,翻译成功了,书记就可以出来了 这个时间非常的长,慢慢等待 喜欢董哥的视频点关注转发一下啊 然后有需要帮忙的可以辞行董哥 这翻译的信息好像有点不对 因为这芯片的报错 那让他翻译完 也有可能翻车了,可能这只是芯片损坏了 好了,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拜拜